別愛我 如果只是寂寞 如果不會很久 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女孩子在說 如果一個男孩子不夠持久的話 不要來愛我 大王啊 來喔來喔 這頂帽子是什麼 這頂帽子就是懶得弄頭髮啊 你知道我其實齁 我很不喜歡把頭上用一堆髮膠啊什麼 髮蠟髮油 那我都覺得用完一天回家 頭上都養得要死 其實我戴帽子是因為懶 要不要考慮賣衣服 感覺每天衣服 欸我這樣 欸我有一個想法你知道嗎 我在想說以後有沒有 現在我在做自己的網站 我在上面賣一些二手的衣服 欸賣我的二手的鞋子啊衣服啊 這樣身材跟我差不多的人賺到耶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們要賣一定要洗乾淨給人家 其實我很多衣服都穿一次兩次而已 今天的影片應該是史上最沒顏色的一部 哪有 一直我們都是清流好不好 我們哪有什麼顏色不顏色 都是那個設在別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賣原味可以get到阿姨市場 沒有啦 這幾歲啊 還在阿姨市場 我的血色又其實不是阿姨 已經是阿嬤了你知道嗎 我講到那麼嚴重 前四節說能出生在有小事的年代真好 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被你講的我整個好像那個優越感都出來了耶 外景場玻璃為什麼會影響車的價格 這個東西可以跟大家討論啦 車商是這樣子啦 我相信有那種好一點的客人 他來他就會自己坦承 比如說這個 我的車之前這個車群有去撞到過啦 那車商當然會順水推走 喔你這有撞到不行 喔你那也撞到不行 這樣不行這樣會影響車價喔 那當然一般正常的一個收你車的人 不要說二手車商啦 今天就算你自售去看車的人 他是一般的民眾 他也會跟你講 蛤是喔 玻璃破過 那賣我便宜一點喔 我跟你講就在媽的煩惱沒有機會扣你的錢了 你自己講出來嘛 當然就是要殺價啊 所以我倒覺得說那個拿有定說換什麼東西 就已經是扣錢不扣錢這種東西 不過我覺得這東西是這樣 買賣本來就雙方合一就好了 其實很多人會來問我這個問題啊 我跟你講我遇到最多的一個問題是怎樣 你知道嗎 小四哥我今天吼 我去哪裡看了一台什麼車 好我去某一個車商看一下什麼車 他的開價一百一十萬 這台車是幾年的什麼車 然後小四哥請問一下我跟他殺多少合理 人家賣一百一我叫你去跟他出九十 人家不叫他賣你 我覺得買賣雙方要合一 今天不是說我叫你出多少錢 你就出多少錢 第一點 我根本就沒有看到東西嘛 我怎麼知道要出多少錢 第二點 這個車商 車是人家的 對不對 你要出也要人家願意賣你啊 所以我跟你說也不是辦法啦 人家賣一百一 你從十一萬開始跟他講 你就會去跟他出十一萬 所以沒有這個有時候真的會是 其實我們真的會遇到很多消費者 來問我這樣子的問題 你有人家要賣你 我跟你講了 人家不賣你也沒意義啊 而且我會很怕跟你講 比如說啦 他說沒關係小四哥 你不用負責任 好啊我可以跟你講行情 我萬一跟你講 這車行情是一百萬 一百萬人家賣你了 結果是一個爛東西那怎麼辦 你知道 我已經有人在說我會不會背黑 我跟你講已經常背黑了 我自己自認 我感覺我真的沒人 但是我跟你說 有很多人問我一些 他們遇到一些買賣糾紛上面的問題 之前就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傳了合約書給我 這個我應該要怎麼跟他索賠 我們出於好意去跟他講 結果他去跟人家講說 這個你們車商明明就不是這樣的 你這錢要退給我什麼什麼 啊誰跟你講的小四告訴我 啊怎麼我就死給你看 跑來問我東西 我跟你講就算了 那媽的你跑去跟人家處理的時候 報我名字 我怎麼受得了 你車也不是跟我買的 啊媽的你被騙來問我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很多人一律來跟我問 我就說 你這個去找你們當地的消保官 還有你們有這個法律輔助的 那你不要再問我了 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服務都很棒 可是真的很多東西 都是被某一些人 搞臭掉的 就像我們之前也分享過 有在接外車 就是有一兩個人去破壞一個體制 現在一律來問我說什麼 啊我被騙了 啊我這訂金怎麼樣 今天有一個人啊 叫我先訂車我會五千給他 到了現場又叫我補一萬五給他 啊你們二手車上真的有這樣嗎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不好意思 啊這不要問我了 你去找消保官 你去找那個 你都不要問我啊 我睡省事 我都不用三進半夜再回你們那些問題 阿媽還要被人家弄 我跟你講很不屑的臉 那個是很正常的啦 反正我自己也習慣習慣 上一集我講過了 就不要再抱怨下去了 啊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反正我們 等到現在這個階段 有時候心要放開一點對不對 像今天那個 算是某一個 汽車相關的這個 康務來採訪我 就問說 那你這個小事老闆 你對於未來有什麼展望這樣 我說我沒有什麼展望 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就很好了 一些車買賣 固定一個 一群觀眾朋友 啊拍拍影片 人家看我們影片也開心 啊我們也開心 啊全部的這個 公司員工 如果也開心 啊就好了 真的啦 不會很貪心的人 等我有一天 可以處理到FHM的時候 再跟你們分享 有時候我們 跟人家分享一些案例也不對啦 教人家怎麼處理一些 糾紛也不對啦 什麼都不對啦 啊我感覺這樣就好了 真的 我現在開這個直播 已經沒什麼好說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幾乎所有這個 二手車商 我們會遇到的問題 貸款也好 然後這個簽合約也好 聯盟保固也好 幾乎都講過一輪了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 啊我其實已經沒什麼好講 啊只是說 正在開這個直播 有個幾百人 這只是一個習慣而已 像丁蓋分享的 我算不知 youtube開的人會比較多 啊問題是 我覺得 不用啊 這樣就好了 我真的要紅 我跑去YT開 YT開 我跟你講 我覺得保證是過千人 其實YT是 FB的 兩三倍啊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 其實不用FB的啦 所以我相信 YT的受眾又不一樣 就算你說的 YT賭內比較多錢 你知道這星星 一顆才幾個而已 去YT開 一定是比較多啊 有東西聊 分享 啊沒東西 聊就閒聊 我是覺得這樣是不錯的 真的啦 我們 我已經 你不覺得我已經很久 不會去想說 有一些這個 弄一些什麼 話題性的東西 對不對 去買一台新車回來 聽 還是怎樣 我如果沒在做這種事情 大家開心就好了 有人說 他們常常在網路上 看到什麼 尋大鳳 找錢車 哦 是什麼 所謂大鳳 就是說 形容說 這一筆的生意 成交了以後 哦 這個利潤很可觀 銀行不是有一個 固定的 車的年份 跟這個 車款 然後它有一個見價 哦 權威車訊寫80萬 大鳳找錢車的意思就是 我如果有一台這個銀行 可以帶80萬的車 但是它可能有一些 特殊的故事跟原因 導致它的車價很低 例如說 它里程跑超高 跑40萬了 那例如說 這個 它可能有重大的事故 例如說 它之前可能當過計程車 哦 例如 它可能泡水車 就造成說 這一台車可能 我賣給你 只賣40萬而已 但是這個銀行 見價是80啊 所以大鳳找錢車就出現了嘛 就是你可以 這個買了一台車 去貸80萬之後 你還找40萬 哦 就是現在上面很多人在講 超貸的意思 大胖的 還可以找錢的 那其實我跟妳講啦 很多人就說 啊 那麼笨 那個車貸利息那麼高 哪有人在這樣貸 啊 你40萬貸出來 你還不知道還 可是你要想哦 如果會走到說 需要用車貸來找錢哦 其實已經 有點快窮途末路了 你知道嗎 就是已經沒有門路 才會這樣做 啊 大家也不要覺得人家笨 因為它真的就是已經 走投無路了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還是有人在做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相對其實是好做的 你也不會管說 這台車車況好 或不好這件事情 你主要是想要 找點錢回來 有人會做這件事情 裡面可以賺到錢 那當然也會有車商在 做這樣的買賣 所以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對或錯的問題 就是一定還是有這樣的人口 就像其實車商也分很多種嘛 比如說 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就專門就是賣一些年份稍微沒那麼新的這種二手的裝逼啊 有一些關係 有一些關係有認識 所以他可以賣很多種車 給這一些小朋友們 那有一些這個車行 他可能是認識他都常常在打高爾夫球啊 認識很多企業的老闆啊 他可能就賣了一些老闆用的座駕 他自然而然就有他一塊他自己的市場在裡面嘛 那有一些人他是專門在玩超跑啊 對不對他有空禮拜六禮拜天對不對 就找一堆超跑 賠車 他們也是一個族群嘛 那當然所有的買賣 都在我這邊做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會說 啊你買車早小時買車早小時 啊到時候全世界都找我買 啊其他的車最不夭壽 其實不會 因為每個人的客群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目前還不太被聯盟體系財團去侵蝕的原因是這樣 像我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馬來西亞的二手車商幾乎都已經被財團侵蝕了 就是說 你在路上 幾乎你只要看到二手車商一定他就有隸屬某一個聯盟 但台灣一直都還沒有 其實還是有大部分的車廂是沒有加入任何聯盟 那你說他們怎麼生存 被這些財團原廠認證中古車這樣子壓制的狀況之下還能夠生存 那一定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啊 不只是二手車啦 你在做很多 有些人做保險的啊 做傳銷的做無的無的 你一定就是有自己的一個客員嘛 所以你就靠這一些客員去去賺錢就好啦 就 對啊 你看某明星他家的店對不對 某明星他家的店是不是就可以賣一些政商名流 賣一些明星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賣二手車本來就每一個人的客群都不一樣 他們一定有他自己的客群在啊 有沒有人看過那個叫什麼 誰來晚餐那個是什麼啊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講那是什麼 許願名人到家裡吃飯 哦 我想一下要請巨石強森還是風底鎖來吃飯 對啊 最多我也要指定一下加藤蔭 還是劉德華 還是山上一哭惡鬧山上優雅 10年的POLO一點是有什麼特別注意的 注意那個節氣門啊 變速箱啊 其他就還好啊 有大淵已經人生勝利主了 我其實他媽很知足的人耶 你看看 我常在跟大家講 拍YT真的是我的第二春 你知道嗎 我本來賣車賣的有點無聊 到最後拍這個YT 可以去幹嘛 做一些平常車商不會做的事 然後還可以讓大淵來 我幹嘛 我看他真的應該蠻爽了吧 我覺得賣二手車賣到這樣 我很開心了耶 只是說不知道後面還有 還會不會有什麼 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啊 可是我覺得 現在做YT做到這樣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美夢成真 美夢版收啊 車漂亮的收啊 要問車可以私訊粉絲頁好不好 沒去走店哏是聽來的嗎 幹走店有哏哦 我們去都是小姐在聽我們講笑話 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差那麼多 現在改了是不是 我是很久沒去了啦 那有時下去 我都覺得 像我這就是 是我坐下的台 不是他在坐下的台 你知道嗎 我們去走店 又唱歌給聽 今天可以點歌嘛 不要再點歌啊 那上禮拜有人想說 怎麼在笑的 這台怎麼都在唱歌 怎麼罵呢 夢醒10分 夢醒30分我都會唱啊 不要說夢醒10分了 X3 我媽最近要買一台X3 一直一直買不到 有買到就就看 紅綠燈車子 加倫順那個就是烤鵝啊 點火 丟一下丟一下 幹什麼戴這個帽子就成蕾 人家戴就呂士軒 啊我戴就成蕾 你媽媽跳咧 你這很壞到底呢 整個 家頭摸還有人說 你是不是得罪髮型設計師 你這人說話真的 怎麼會比較好到底呢 我說你這喔 你這有的 我是不知道到底是 我我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不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像 最近已經開始有人在IG 傳一些私訊說他人緣不好 為什麼都交不到女朋友 在問我呢 問我呢 我已經多久沒交女朋友啊 怎麼會問我 我多久沒在外面走跳了 我們那個人結婚了之後 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求生意志這麼濃厚 不過我跟大家分享 我發現喔 男人到了一個年紀 都會產生一個現象 就是自以為幽默 尤其是 老男人有一個通病 就是喜歡這個 開女生的玩笑 開那種 開那種很不營養的玩笑 不好笑 會讓女生覺得很鬥爛 對 比如說 你也喜歡炒飯喔 有沒有 很下流 很不好笑的 尤其 媽媽你長相又不帥的時候 你老就算了 你長相又不帥的時候 那說這種話 那招音的聽到真的鬥爛 是我而已喔 我今天我跟你講 我是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站在這個 不管是年輕的女生 或是稍微有年紀的女生 那聽到這種笑話 跟著笑兩聲是給你面子而已 那一定覺得你很噁心 你信不信 你自己出去問 從年輕的二十幾歲的 到媽四十歲的女生 真的沒有人會覺得你幽默 因為我後來有 有觀察有發現 真的很多 有些中年的男子 很喜歡跟女生開一些 我在旁邊聽了就覺得 就沒站在地笑的 我覺得沒好笑 啊對 人帥就是幽默 人醜就性騷擾 對啊 所以你要開玩笑之前 衡量一下自己的這個長相是怎麼樣 男人是剩一張嘴 OK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玩笑有分這個level等級 那你們一定有遇過一些人 他自以為很幽默啦 或自以為他跟你的關係 是有到那邊的 所以他開的那些玩笑是超過你們 愉悅你們這個relationship 我跟你說啊 我們這個人齁 對不對 你今天一個老婆從年輕跟你這樣打拼到老了 然後你去笑他黃臉婆 啊你去外面找小生這樣這樣對 對不對 我們的人是絕對沒有說做什麼事情的嘛 對不對 愛鄉愛妥愛女兒 重情重義重分離 就是我們的種子 我們講什麼現在年輕小女生超愛好不好 我跟你講沒有 我不會有這種想法 我真的我從來都不會有這種想法 我們就有活的人啊 我們在顧你小女孩小男孩 等我到一個年紀我就是喜歡小男孩了 哈哈哈哈哈哈 嘻嘻 對還有很多我說順便舉個例 剛好剛好有人提到 也很多人都已經買完了 他都已經買完了 說小師哥 我這個 去某某車商或去某某自售 買了一台幾年的什麼車 我買30萬這樣可以嗎 啊你就買啊 我好意思打擊你嗎 我能嗎 七八一點我就跟你講 我乾恭喜你被騙了 這個車市值8萬而已 你買到30萬恭喜你 你有沒有跟你媽媽 講說你很盤 恭喜你辛辛苦苦存了30萬花完了 我怎麼可能這樣講 不是你都已經 處理完了啊 你來問我 我講實在話我也不好意思 打擊你的自信心 對不對 啊你來問我 結果 你要我怎麼講 那你就買啊 買了就好啊 啊好好用 沒事就好了 對不對 啊買貴 只要車OK 你喜歡 沒有關係 對不對 啊買便宜也無所謂了 喔你賺到了 啊反正你喜歡你才買的嘛 啊買了以後就不要再問了 我就常跟大家分享嘛 女孩子要跟你分手 啊不要在那邊問說 啊為什麼 為什麼 我可以改 我可以改 你媽媽問那麼多幹嘛 啊就是不要你了 啊就走了 啊就紅甘隨人 啊他找下一個 你找下一個 就簡單的嘛 啊問 問什麼原因 啊我改我改 好啊幹 啊你變彭于晏啊 你不是要改 你改成劉德華的樣子啊 對啊我都覺得事情發生了 就紅甘隨人 欸不過這個是吼 這個不能說是在抱怨啊 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日常會遇到的一些事情 那其實我們自己 雖然這個形象正面 我們人就是顧雞的人 顧 顧雞顧啊 我們要顧家 要顧員工的人 對不對 我們也不會害人 做害人的事情 騙人的事情 對不對 可是其實私底下 有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 真的是 內心的小惡魔 還是會覺得 幹 你在問什麼 尤其吼 我有時候下班 三更半夜 因為累積了一整天的問題 我想說 喔好累要這樣睡覺 可是要把這些問題 回完 然後又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喔你真的 他爬起來你知道嗎 我老婆還在房間等我 去睡覺 我真的沒回問題 很厚宅 啊又遇到這種問題 沒有營養的 呵呵呵呵 小屍 IG很多訊息 當然啊 可是IG坦白說沒有全回啦 IG沒辦法全回 因為IG有時候會吃訊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啊IG 其實 因為很多就是 他回一些限動什麼 因為我搞不太清楚 IG的那個 啊反正就 看到有需要回的回 啊 粉絲業 基本上 只要他訊息沒有不見 被淹沒掉 我都盡量會回 七人座的中古SUV有推薦的嗎 奧德賽啊 BREVIA SIANA ALPHA 那都可以買啊 搖到你 想逃 我知道這樣不好 也知道你一天只能 那麼少 我只有不停的搖 搖到你 軟掉 為什麼會這樣 完了我被帶走了 你看 他那個文字裡面帶有音樂 你知道嗎 明天夕陽依舊美麗 有沒有 好明天還是好天氣一樣 不要在那邊 打歌詞 媽就知道我看他歌詞都想唱 幹人家 全部都在打歌詞 你腦絲耶 媽連螺絲風的都來了 三小啦 GOFF2017多少 應該60幾萬吧 GS450H油耗好嗎 其實他油耗沒有特別的好 但是他在 坦白說 你用這個馬力 開到這樣的油耗 相對來說是好的 Jimmy有收嗎 我以前有收過舊款的 可是我不喜歡那個車 後來我就不收了 不知道那個車在紅什麼 小師很討厭 那來JUG 16NA大概收多少 我就很討厭就沒收了 你看那個大燈 然後我們講車頭燈 假設是胸部 掉到肚子 倒閘 看起來就很奇怪 所以就不喜歡 軌道車大賽要辦 可是我覺得那個 感覺 辦下去就是柯P會贏 我就一直很不想辦 我就一直很不想辦 我覺得那個 又是柯P贏 板黑 有什麼意義 Focus跟馬3 還比較推薦 沒有啊 看你喜歡哪一個 那兩個東西 個性不太一樣 如果是我的話 其實我喜歡馬3的造型 但是其實Focus 你如果以新款來講 他的 他的配備 跟他的操控性 後續的一個改裝潛力 我覺得是好蠻多的 那馬3感覺看起來 稍微比較斯文一點 以最近二手車的勢頭看起來 Focus新款是高過於馬3的 馬3最近我覺得有一點掉價了 尤其是世代馬3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世代馬3最近有滯銷的傾向 可能太貴了 我覺得他價錢應該是要修正一下 SWIFT就還不錯 SWIFT最近聽說這個新車都要等一陣子 所以二手車整個勢頭震旺 F30的320 溫度過高水位降低 負責人家有在加水 一直在漏水街頭鬆掉 還是要注意什麼 不是啊 我告訴你 就是這樣 漏水這種嚴重的事情 就趕快拖去修理手 叫人檢查 穿起來就知道哪裡漏水 就知道哪裡漏水了 來這邊隔空 抓藥有點慢 今天要抽那個 來來來 我們上次的那個 菲樂柯P的那個流媒體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是 折疊家屍擺頭風扇 各抽一台 我講真的 有空YouTube多看多分享 乾爹越多 能抽的東西越多 聰明一點 孩子 現在這個社會 我們講求的是功利主義 好 我要抽下去了 兩名 菲樂行車紀錄器 立即開獎 阿寶 風扇 林柏勳 行車紀錄是 Alan Fan 小師可以接受車換車嗎 可以啊 只要你的那個車 我們有收的話 抽手錶不行啦 抽手錶 CRV剩多少錢 應該70萬吧 我猜的啦 因為跑10萬公里了 其實我也不準 抽眼鏡 抽帽子 又抽什麼 抽小貓 你愛我整身去躺躺躺躺這樣 紅甘T恤下週 因為下週才會 把那個樣本拿來 那樣本拿來 我們就拍照 拍照 然後我們就開始預購 那預購應該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吧 我再猜 抽小師翻模解膚 不要啊 人家是像柏恩那種紅的 才有辦法好不好 不要開玩笑 我們這種都沒辦法啦 小師沒有幫人巡車了嗎 沒有了 我跟你講以前有巡車啦 我剛剛講了 我們有很多福利 就是都是被某一些人搞掉的 很簡單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一直修法 法律要一直改 因為就是媽 都會有一些 智商還不錯的客人出現 我們就會改掉很多 你像戴巡車 我跟大家分享過了 那講的時候 講到一山片 我跟你講我就是要找這個車了 小師我訂金先給你也沒關係 看事要五萬十萬 我沒關係 我就肯定買這個車你找來 只要是這個小師哥的招牌 打著小師哥招牌 我都來酒部沒問題 我都一定跟你買 好啊你真的找啊 找三禮拜四禮拜來 啊 不好意思喔 欸小師哥 這是這樣喔 最近喔 我老婆 你不會剛好 怎樣怎樣 說整堆 意思是什麼 現在不買買了 你知道喔 不買買 我幫你找我買四好 不買買 沒關係 小師哥 我當初給你這個 訂金五萬 不知道可不可以還給我 這樣啊 不還給你好像小師哥媽坑你訂金 還給你 我這一個月好像白癡 啊就是這樣 我有什麼東西 有緣分 你看到 教他 快來買 如果沒有 我也沒辦法 媽的花一大堆時間去 找來找去 我不知道要幹什麼 不知道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哈哈哈哈哈哈 小師哥有想到第一個百萬 觀看是獻給偉哥嗎 沒有啊 媽 偉哥那一片 上片前 我在審片的時候 我說幹這片怎麼那麼爛 啊不笑啊 就無聊啊 哈哈哈哈 結果幹怎麼會這樣 我跟阿呆阿呆在那邊對啊 就這樣啊 沒辦法啊 沒有一個看好的 哈哈哈哈 說要補充汽車知識 要進修高職大學 哪些科系還是管道呢 沒有啊 看你補充的知識是要幹嘛啊 你如果只是要補充知識 嘗試的話 你幹嘛要去進修呢 你就自己多看點書 現在網路上管道其實很多啊 自己有一個車子 然後邊研究邊弄 其實我覺得那些汽車嘗試 跟知識應該都足夠你使用 啊除非是你想要吃這行飯 你才有必須要去進修嘛 當兵鬼故事沒有呢 其實我八字算蠻重的 我八字喔 跟大家分享喔 應該是算蠻重 我記得最重的八字是七兩二嘛 聽說七兩二喔不是做皇帝就是做乞丐 就兩種命而已喔 不是極好就是極差 我好像六兩三還多少 我在我周遭的朋友大概有問過 其實六兩多在平常人裡面已經算蠻重 欸我其實做兵還蠻爽的耶 我做兵金門 我想金門最屌的就餐一 我就是餐一 因為為什麼金門餐一最屌 我當餐一就算了 我還站士官長缺還排哨 我真的是把他頂天了 我在金門當兵的時候頂天了好不好 我在金門當兵 已經二十幾年前的連長 到現在還有跟我聯絡 前兩年去環島 某一年過年去環島 我還下去找我連長 保養廠維修車子怎麼判斷車場有沒有老實 這很難耶 所以我跟講現在有一種 有評價制度是好的 你可以去網路上查詢很多人這個推薦 或者他們修車的經歷 所以其實我認為修車這個東西 除非你自己很專業 要不然你真的很難判斷 車子到底第幾年賣最划算 我跟你講 車子只要賣沒有划算的一天 不要再被這種假議題 假新聞誤導了 小師告訴你 車子這個買賣最划算的時間 我可以跟你說那都嚎笑 為什麼 你車賣你就是了解 你敢說車賣賺錢 不可能 然後再來一個 第幾年賣 它其實一變數太多了 你的廠牌車款 然後你行駛的里程數 當時的經濟狀況 等等等等 它的變數其實太多 所以它其實不存在一個一定的答案說 車子第幾年賣最划算 如果是我看起來 車子只要一賣就是不划算 為什麼 沒賣都賣了 賣水了 你買一台100萬的車 你到第8年你還可以覺得 我這台車就是百萬名車 只要你不賣 但是一賣掉剩10萬的時候 這台車就是10萬名車 所以買賣產生的當下才會有折損發生 我沒有在講那個提出這個問題的粉絲朋友 我實在說很多人他很喜歡去算得很清楚 我覺得算東西算很照顏很疼 常常有人在網路說 買那個車配備怎麼樣 這CP值最高 你看什麼配偏的多少錢 什麼配偏的多少錢 我都很想要問 阿媽你娶一個老婆回來 阿媽你跟他計算說 你一個月跟他阿愛幾次 一年阿愛幾次 一次是算3000還5000 你覺得你老婆的水準是算3000還是5000的 然後你去算 我娶這個老婆回來買賣 你會去這樣算嗎 對不對 我們常常有在雙門跑車 阿我跟你說 那不孝車啦 雙門跑車那賣回來 那賣回來就CP值無關 阿買一種車要送三小朋友 你知道喔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嘛 我就開這個敞篷車 我就好開心喔 開到這台車很開心 開心可以用錢來計算嗎 不行嘛 你要考慮到情感面阿 我覺得買賣車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有需要用到車了 阿我喜歡什麼東西 那他在市場價值現在該是多少錢 OK 那我就買 跟買房子一樣 你身邊有沒有那種朋友 每天在那邊靠北說房價很貴 靠北房價很貴 一直在靠北說 房價壞掉了 房價壞掉了 好我就有這種朋友阿 然後咧 你認識他10年20年 他還沒買過一間房子 他都每天都跟你講房價壞掉 你每天去玩這個 玩這個要做什麼 我如果真的 我要娶婆啊 我有需要啊 那沒辦法就一定要買了 好我要買新裝這邊多少錢 好像差不多都這樣 好他就買 什麼東西這樣算不會累喔 好我所以我覺得 不要去計算這個幾年划算幾年不划算 我現在跟你講說 兩年這個賣掉最划算 你真的開兩年就賣了嗎 不可能啊 只要好用用得到 你還是會繼續開啊 三年五年 你還是會繼續開啊 好所以我覺得 看自己的需要跟需求就好了 真的不用算得那麼 仔細啊 我其實後來有不上電視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這樣好像在誤導別人說 哦你五年啊 怎麼樣 好一年啊 只能開一萬公里 不是啊 啊你一年就很喜歡出去玩啊 全家出去很開心 所以你一年開了三萬公里 OK啊 對不對 這些回憶怎麼來的 啊里程高就里程高 賣掉就便宜一點啊 就這樣啊 啊你為了 欸小師說一年喔 我跟你講 小師說車一年 不要超過一萬 所以這個現在 我跟你講跟老婆講說 現在下半年 我們先不要出門了 因為我們現在車已經快 這個一萬公里 好我看電視 小師有說 中午車一年不能超過一萬公里 我們現在八千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乖一點 我們下半年都不要去露營 哦 我們只能附近公園走一走而已 哦 啊等這個明年再開始 不可能嘛 你怎麼可能這樣 哦不可能嘛 你不可能這樣嘛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假議題啦 車買回來 該用就是用 啊用不到賣掉 啊不要思考那麼多 當然你在賣當下 你尋求最好的價錢賣 買的時候你尋求最合理的CP值買 啊就這樣就好了 二手車不會漲價 不用等了 好啦好啦 欸時間差不多 再說一下 又多說十分鐘 我十點半也要關啊 你們這些 前檔風玻璃 那是柯P的故事 哈哈哈哈 啊啦 捨不得換啦 結果他把他賣掉 換新的給人家 哈哈哈哈 就是 今天歌唱不多 靠北啊 我這就不是歌唱頻道 不然我來學換吉他好不好 下次我們就早一天 然後就是彈吉他 這樣自彈自唱 媽媽媽媽 啊送我一個吉他媽媽媽 哎呦這感覺這歌太久了 好不上了 搜不搜事故車 基本上是不搜啦 十一代阿提斯有搜過啊 有搜過啊 可是都蠻快就賣掉了 好啦 下個禮拜見啦 好不好 拜拜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